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我是菊王英文 這節有Stanley做嘉賓,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歡迎打電話204-6566 或將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到9157-1428,或是Facebook 以及Youtuber做Line或留言,我們都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廣告的最新走勢 恒新指數最新保育21719點,跌20點 國企指數跌45點,7346點 Dais成交了876億 市場又跌了一點,今天市場比較悶 但成交又不算小,好像有800多億,現在1點多 我以為今個星期大家放假的心情會開始 又未必是,又未必是,因為市場的氣氛太黃了 如果上個星期去看市場仍然那麼好的話 氣氛那麼好的話,成交率仍然會撤到 只不過,你說現在這一刻 由升轉跌,加上大成交又反而又跌回 就先看看,我可能再硬一點時間 看看市場仍然是怎樣 因為如果由高位計算,高位計算出的情況 就不太好,這個是真的 因為經常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又是差不多前座前座前座的高位 其實有些少少戒心 而且我經常都說,你說一轉市炒 炒到新年之前其實差不多了 和我預計其實都不是差很遠的時間 而且看到那隻美團,現在越來越多了 美團其實真的,美團是 我傳統上,那一刻的星期其實是有些少少 很多人想到,好像有些少少為他落後 我還沒穿上他,我也說了很多次 美團的情況就是,你已經到三個批貨出來 你真的想不到,你要整個批貨 但還有一段時間,其實會不會這麼早就反映了 但這個時,不會升給你沽的 不會有升給你的人去走貨 是 因為如果讓你選ATM的時間 那麼多隻可以升,要選這隻 你明明知道結果就是這樣 到你那一刻,你會被人狂沽 現在我不那一刻才買貨 現在你沒理由去買這一隻 對,而且圖其實反而不只是很差 我去給大家看看 我看一看,星期原來是這麼差 對 那整個圖是整個圓頂 這刻真的是整個頂 現在是否落到關鍵位 現在都算是 但看那個款式已經穿了 連這條線都穿了 這條線都穿了 50T也穿了的話,那個線都會差 要落到哪個位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量度的地方 我當我們這個位置計算 164 上面190 大概差不多25元左右 落到大概140元左右 140元 還有20元 但又真的跟其他相比 真是沒法相比 你媽媽伯那些 其他局勢多強 是 出零零又是 你想想,三隻股份 你看上去都已經強弱互見了 你還要博那隻,不要誤 雖然美團藥 我們今天見到匯豐又厲害 又在升差不多2% 阿里巴巴、騰訊 還繼續撐住市場 市場又升上去 市場真的沒有很大的因素 令到它下跌 現在,我真的覺得市場太急 市場太急 你回調一下,又很合理 它在941拖下了市場 現在941 941都強 現在不升不跌 但是沒有什麼 941這隻 你又對它 不會有很大期望 也不會很失望 只是擺放而已 都收貨了 現在它走到這樣 收貨 不知多收貨 是啊 其實見到這一輪 很多功用股都走得不錯 真的 那是紮色落地回來了 但是現在剛才這一轉 竟然沒有很多股份表現 就真的差 倒下跌 對,Tony 992不想 3C產品那些 其實真的不用想 3C 因為現在應該是 每程度上都 這個板塊 其實全部都不可以 所以今早這隻 2012、302升 反而我會覺得 這隻東西要升給別人 那麼好 2018也是 都奇怪 今天都是想說 手機設備股 很厲害 2018你真的很難說 這隻東西真是 因為它現在不是藍醜 其實它的走勢 有時候都很難猜 我真的 很難猜 但我只是提到 大家可以找到 有什麼消息 去解釋它們的聲勢 有些說 蘋果那兩大的代工廠 富士康 和和錫說 2023年的擴張計劃 東南亞都會納入 就有這些消息 還有有些說 信譽 現在升穿了 100元這些關口 有些說 它表現是差的 因為去年基數會很低 所以今年的表現 增長應該都會不錯 基數低這一下反達 是的 它就這樣說 基數低 我又不認同 其實信譽的數 它基數一點都不低 你可以說和之前比 沒錯 它是回了 但它的量本身不是小 都是大的 你說有沒有機會再厲害 真的是兩體 老老實實 信譽 真的是兩體 它的速貨量數字 因為它現在是透明的 其實你所說的 都可能數以千萬 到千萬去計算 不低 有沒有機會加價呢 但是它今年 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 極大 真的極大 因為競爭很大 競爭很大 還有現在按道理 是會有機會減 我覺得是減 蘋果也很 就是不要說些什麼 現在連這個什麼 TSM的三納米的芯片 都會減價 原先那個價格 硬一硬 全世界都減的時間 TSM 說我要加 因為它的技術都可以做到 現在A4 Samsung都有做到 但是Samsung的量度低低的 當然現在減的原因 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本身的需求差 因為只有蘋果 是之前賣得起的 其他公司應該全部都很觀望 第二就是說 應該是技術提升了 就是它的量度出來 技術是好了 是 因為它有條件可以去降 它變成單價度可以減 ASP可以減 所以現在現在 三納米都會減 如果連它這麼高端 都要減價 它憑什麼加價 對 憑什麼加價 因為本身你信用這些 你要是 你突然轉到它 就是之前的分析者說 它要靠再便宜一些 去搶市場 所以它加價 幾乎沒有什麼可能 就是它今年這個情況 都會維持的 我覺得 不會特別很好 你說 我當作一個邏輯 基數低 你說它一旦 我覺得都 說勉強說得通 OK 但是很難 那個估值會大升 因為跟以前真的不同了 你說 它今年可不可以 突然馬上賺三四成 我想難一些 還有三四成 說真的 它這一刻的估值 已經在反映這些東西 已經不是說 它可能現在很便宜 它一點也不便宜 所以變成 這次 你很信用的情況 很不同 唯獨是 你又再想一下 車載鏡頭的那些 就是汽車那些 都沒有幫助 但是幫助 真的應該不太明顯 嗯 所以這些位置 真的可以佔它 剛才這麼說 它一定看好 但是就 不會理 沒有美股 Alvin 自然Gino休息一下 有什麼 有什麼 你不可以休息一下 沒有美股休息一下 挺好的 不是啊 可能一轉 你去看看 自己研究一下美股 我覺得OK 難得今晚可以 可以看少個市場 是不是PPI 什麼時候出呢 是 今天星期三 還是四 哦 這個也是關鍵 它又未知很關鍵 因為今天星期的關鍵 是看看有本央行 搞什麼 有本央行意識的關鍵 因為其實 某程度上 大家好像覺得 它這次 一定會有些 有些東西要說出來 哦 就是有些信號 它是不是真的轉向 沒錯 如果它一時 如果夾夾地 那我回市也會回到屋地 我看到 日圓都6月1日了 當然了 剛剛上個星期五時爆 又爆了一層上去 是啊 所以如果你今次 你要比方說一些 稍微比較 可能夾一些 哇 這一下又夾到七彩了 哈哈 那真的要留意著 所以這一下 反而你說 美國的數據 現在不用特別 這個回合 不用特別理會 是啊 是啊 我以為要看PBI 可能看到油價 PBI 因為它 PBI也重要的 但是相比之下 其實今個星期 反而應該是一些 如果你嚴格上說的數據 今個星期應該是一些 仿數比較重要 它好像有這個 生動功量 以及那些 看到Payment的數據 反而那些可能會 我覺得 因為那些會反映 那個樓市 就是能不能 反而那些會找 還有業績 業績 現在都業績期 Netflix 高盛 大摩 都重要的 即是金融股 你率先開拍 上星期五的 金融股的業績 就算是 跟預期差不多 又不是特別差 就不記得是好 但是你見美股的 個勢其實都還可以 是啊 因為它上個星期 其實都彈了 一點點 升8% 如果你整個星期 你計算是5% 然後S&P 和DOW 就應該升3% 約3% 但都算是這樣的 其實它沒有廣告那麼瘋 但其實它那邊的股份 都表現是不太差 我只是看一些分析 就說其實 美股已經可以開始部署了 對 我反而突然轉 我希望駁去這一層業績期 即是 跌一下下去 反而跌一下我就會再加倉了 因為我打算加著TSM 買這個蘋果 我還沒有很受 TTSM 但上來 不是很想賣 但是美股 這一下也挺直撥的 都挺直撥的 美股會重創一些人的港股呢 都是港股的 美股又煩了 轉美金又成 而且又始終賣 即是怎麼說 港股又始終會多些 但美股今年可能 我都會再做一些研究 因為美股很有趣 美股我剛剛今天 就是這兩天 在這裏 突然加了一條筋 我找回 你問美股呢 有沒有 就是過去這一百年裡面 是 有沒有試過 一百年 因為去到1922多年的數據 有沒有試過年跌兩年 即是多不多這種機會 原來不多 為什麼要用一百年為 因為 五年 就是看近五年的數據 1922多年到現在 哦 OK 一百年 因為我看到那些記錄 那些紀錄都到了1922多年 才會找不回 那一年到現在 一百年的歷史 你當是大概 其實美股跌兩年的紀錄 很少 這麼久只有四次 其實真的挺誇張的 你看看一百年裡面 原來只有四次 應該只有四次 是連跌兩年 但會不會是因為 之前大家都說是牛市 因為美股 但現在會不會不同的故事呢 是1922多年那些 從1922多年到現在為止 他們不是走了十年嗎 他們那個升市 例如今年下跌 下跌 這些東西 但如果今年下跌 下跌的機會是這麼低的 哦 OK OK 只有四次 而且那四次基本上 全部都是大陸的東西 其實上一次什麼時候呢 上一次是科網 就是2011年 我記得2020年 2000到2011年 之後已經沒有試過 連跌兩年了 那由2000年那次 再數回 再數回之前的話 已經是1970年 其實那時候是時候已經 但是那些再數 再退前的時間 已經是 美國二了 其實是很 隔很遠 可能才一次這樣 其實都挺容易的 美股這麼多年歷史上 為什麼那些人說 你逢低的賣一點 真是沒錯 如果這個數據 真是真的 真是挺好的馬鈴時機 而且假設你過一年 即是過一年跌得多 你下年反彈的那個幅度 都是厲害的 嗯 我再計算一下 如果你假設今年跌 下年升 如果你這麼多年以來 基本上 我當它是 因為 這麼說 我計算的數是 例如今年跌多於一成 接著你下年的比例是怎樣 即是要彈幅的話 升了兩成 通常 如果你這樣計算 通常你今年跌多於一成的話 你下年 通常 即是一、兩次或三次 是升少於一成 哦 即是總之一定會 大機會會升重 升重 那個表現 有一、兩年會升到瘋 但真是很少見到那些現象 哦 那就真的要看看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林珊在旁邊 林珊,你好 喂,兩位五幕 林珊,你好 喂,881 以及1093 不是,石藥 哪一段好一點 你說短線是甚麼 你說是短線還是甚麼 你是甚麼線的 短炒 中短線 短炒 中星、石藥 不過兩隻都那麼強 中星是不是落後一點 是,但這一類的4S股 我又不是很敢去買 嗯 你看看看看看 但看豪其實石藥是很漂亮的 是啊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林珊,不如選一隻石藥吧 如果你買4S股 中星應該是 現在在我心目中是為了選擇 暫時來說 但就不關於4S 是純粹有二手車買賣得好 因為4S的版塊 我看得很審慎 不過短線也是,石藥的勢量很多 好像有整個U形底 你要買一買,石藥呢 石藥呢 石藥,林珊要選擇 其實4S股,尾東也不差 那個表現 因為大約之前他做過的配股 做過的配股 是啊,他好一點 但這個版塊是不行的 哦,我都不委入不行的 比較短一點 但是就比較要審慎 要審慎 好啊,什麼日圓今年見8.7 有沒有啊 那又說了4S股的情況 好啊 因為現在問題就是說 按道理,4S股都是復常股的概念之一 因為現在,你可以說過去這段時間 那些人叫做買車 沒有得買,看車也沒有得看 但原來現在,根本上很多的 那些造車的新勢力 他們已經是用了Tesla的模式 即是不經這些4S店 直接銷 所以你這樣算的話 如果你搞了之後的時間 你那些鏡子 那些就被人淘汰了 那些分銷 是啊,我都不需要來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們現在電動車的起得這麼快的話 其實你的Voice 碰到時,如果要轉型才碰到 不是都很難 但是其實那些分銷商 究竟那個利潤是否大呢 越來越大 因為越來越大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有些車 可能他們已經賣了 即是叫做課稅 那些豪華車可能是100萬的 你可能用100、200、300萬的時間 賺個差價 是啊 但問題是,現在的車是直銷的話 已經不需要經歷 那這一刻,對他們的衝擊其實都挺大的 是啊,如果那個行業有轉變 所以他們4X電 因為881就叫自己有二手車市場 那它可能更好 但其他那些真的挺大的 沒錯 好,阿Kym運隻有幫 89.5元有貨 回家鄉後可以等到何時放呢 阿Kym現在 對呀,按部,AKT,HELLO 怎樣呀,沒有,跌了 跌的呀 跌 那你升那麼多 我上個禮拜之前都說的 總之新年前應該就差不多 開始差不多 跌幾十點而已 而且都是 是啊,或者再回回一些 真的很合理 你的市場真的這樣升太厲害了 不過當然,你說今個禮拜有沒有機會見 二、二萬二 我還覺得還有一些機會 而且都差很遠,三百多點 但是不過,市場升下跌下 現在合理 很正常 阿Tony都說,醫藥股很多下午都走光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算 大家自己有些貨底 有錢賺的話 自己都計算一下 有嗎? 若明,我升小育 是呀 那有幫呢?有幫呢? 有幫就可以吃一下 不過阿Kym現在正在輸 在輸一點 回不回到上去是差一點 今天都八十八個多 先拿多一會 我覺得你有幫這些拿著沒什麼 起碼 如果你拿著是有幫 或者是26-28那些 那26-28先走了 有幫就不怕爭 OK的 好啊 KT你那隻1610 豬肉啊 厲害了 我之前都說什麼的 之前都是倉儲的概念 應該是 即是春節的倉儲的概念 是有幫助的 所以都是合理的 還有 Stan 你之前說的151 其實旺旺的那隻走光 我都覺得好像會好 是 然後打斜上去 對,慢慢上去 是的 肥仔沒用 我都沒有買 KT 我都沒有提過 肥仔 是不是 1877 我均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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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下子走樣 都要小心一點 不過 我看看 沒有特別的 這隻之前是 升得都挺多的 我記得經常一棍升上來 是的 Toni 有沒有貨在這裡 你買了 買了1610 對,肥仔 之前好像是否你和金金都在說 春節就是 他們炒豬肉 炒一陣 炒一陣 KT 但是看師傅和旺旺有一樣不同 就是旺旺這段時間 真是很流行的 是有很多旺旺去送禮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 就應該真的對它來說 是一個很不錯的時間 即是旺旺我相信那個 燒情不會太差 所以變成 你猜今年是否送禮的環節 都恢復了 即是家家戶 會不會都很害怕疫情 不害怕 不害怕 已經沒有這件事 大家害怕不害怕 我想今年現在 大家可能都在想去哪裏 去哪裏八年 都不會害怕 不過 大家有些醫藥果 可以先吃一點點 因為真的見到他 剛才Tony說完之後 按一下 很多都落 真的 所以不是KT 所以你這樣計算的話 251這些 你炒不就炒一陣短線 即是你說短線 你不是說 真是 即是叫做怎樣 不是真是 即是 即是 如果你進去沒有火 追短線 可以的 我常常都想問洋了是甚麼 是否就是檢測盤 即是說洋了是甚麼 不知道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們是用這隻洋 不慘不慘 不慘 我知道你很忙 KT 你上星期說 你很忙 這一段 你今天羊了是甚麼意思 positiv 對 檢測吧 我還沒 我還沒 你今天羊了 羊了多少次 我在內地 找些人這樣問 是的 他們會用這個羊 你現在說 北京社科院說 9億人感染了 我上次看 有些省 其實是八十幾%的人都已經中了 所以其實我想像不到 當你想一下 那個地方 那麼多人不中 你想一下 會怎樣 我其實是想不到 那個情況是怎樣 沒有 就沒事 大家集團沒事 接著集啟新能 是的 但那一下 你那些物舊的東西 怎樣安排 我想不明白 突然間 我當你賣一下 你可能一千戶 你說要一些藥 你可能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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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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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億人 所以怎樣搶物資 他們 在你面前 那個規模 整個祝福場 都是一樣 我想不明白 這些 想不到 沒有 真的厲害 我想不到 我想他們可能當正常生活 不是我們所想的 真的那麼需要弱 是 可能有些人無精壯 是 只能檢查到是正確 但沒有人知道 這真的厲害 KT 沒有人知道 沒有被人說 這真的厲害 這真的厲害 去年香港 所以你這樣計算的話 內地分分鐘 遲些 遲多一兩個月 可能經濟大反彈 因為完全沒有了 已經不說一回事的時間 那些政策出來的時候 是 這一次真的厲害 但不是 今天不是看到 那些餐飲股跌了 A股的全聚得 其實那個堂食的恢復 其實不是說 大家這麼好 我覺得合理 因為現在還未正式 即是叫正式 那些人沒有事 反而突然轉 你有消息 我們那些確診數字很厲害 那些 那些有些影響 那這個等多久 而且全聚得應該是 北京沒有多 我不肯定 全聚得是吃什麼 中菜 名字好像中菜 全聚得 好像是 好像是 片皮鴨 好像是 對 是不是香港又沒有 北京田有沒有有些朋友 北京田鴨 全聚得好像香港 好像沒有 香港沒有 那些人 那些人 都這麼亂 是片皮鴨 果然一說吃 每天都多開心 我在想 我有點撈亂了 另一間 因為有一間叫 龔德林 你有沒有想像 什麼 香港的 香港有 全聚得 小某一間 小某一間 那是龔德林 對 因為吃素 我怕撈亂了 我怕說錯 素的片皮鴨 不是 剛剛那間叫全聚得 就是吃鴨 吃鴨 我很喜歡吃片皮鴨 對 我已經搞錯了兩間 你去 Times Square 上面有一間 哪間 正的 鴨大哥 鴨大哥 我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這個 對 我一間吃過 英軍 英軍 好像有印象 KT 我們那個年代 真的 那個年代的人 可能有些印象 對 好像是 龔德林吃素 我知道 我怕搞錯了 怕搞錯了 兩間都亂了 我也沒有吃過 所以有點猶疑 我吃過 小編都提及我 所以我就知道 同一年代 沒錯 揭露了你的年齡 662 對 最福留 不是 本地的餐飲館沒甚麼 沒甚麼 沒甚麼特別 有得升 小過直爺 說年紀 說心態 最重要是心態可以保持 沒錯 沒有 這些是正常 另外哪些 沒有 本地 又說62 又是在通 你究竟是否有股份 不過 那條街 我覺得 一點點地區旺 我覺得好像沒甚麼旅客 你見到嗎 我都說 春節假期前後 開始才多 我們沒有放假 春節假期前後 不是 但他們又去澳門 澳門很多人 澳門真的多人 澳門真的多人 澳門真的人 是否因為方便 他們過去 有些過條橋 珠海 知道你小便 可否不要叫自己寶寶 OK 這位小姐 很不知醜 OK 你們叫楊過 我好像叫楊過 甚麼楊過 甚麼來的 因為你養了便是楊過 是嗎 是嗎 他們的用語 我真的不懂 為甚麼KT是姜濤 為甚麼是姜濤 為甚麼是姜濤 你又對 簡稱又是對 發了醬的姜濤 真的搞笑 真的搞笑 在澳門真的不多 我有個親戚過去 然後拍張照 人多到 好不開心嗎 好久沒有去 他過去吃東西 有些地方排隊 幾百人排隊 這麼誇張 我想問是餐廳都保持住 還是已經撿了不少 我問到這件事 以前那些很流行的食刺 吃豬仔包 那些都頂得住 那些都做旅客生意 那些都做旅客生意 自己知道局勢成本不高 那些你捱人 真的不知 不知 捱三年 三年很辛苦 主要營運 做了多少事才行 甚至不開就行 我都想去 CALVIN年輕人 你問她 她有年輕人 沒有人知道 我不信她年輕人 我都信 你讓她上去看看 就知道 SAN dy 可不可以SAN dy 看一看 香港以前有甚麼 以前好像存在有 以前好像真的有 但是很久都沒有 其實香港要說吃 要吃這一類的東西 大多東西吃 你吃啊 我可以的 我餵吃 誰被人起底 Kelvin 你們這些人都起底了 如果市一說一說 又跌多了 不過又算了 我覺得市場是升得太多 真的要回合理 這段是一個調整 其實新年前是否甚麼都不好做 我看到今天大摩 有給新年禮事股 是啊 但都是那幾隻 沒甚麼新鮮 就是阿里巴巴 安踏領展 香港年信 禁方 新秀乃 百姓中國 華漢 中國忠美 友邦 至今 那不太特別了 其實沒甚麼特別 大家平時都耳熟能詳的 1772 我覺得是 為甚麼會 禁風會這樣推 禁風嗎? 他覺得你的舊會上去 還是怎樣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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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給 那些差不多 誰不知道 1299 那些差不多 紙巾 紙巾真的很強 紙巾 紙巾 我不知道 那些逆購 復蘇概念股 我是選 借新秀乃 雖然不是現在這一刻 之前都說了 是 但是 OK的 他又升得不算多 真的好過分很多 不算升多嗎? 新秀乃也升得多 是啊 如果是跟其他 那些復償股相比 他不算特別多 真的 現在這些位置都可以買 可以的 真的OK 這回合 我覺得是加快了 加快了 復償的東西 是 如果你搏這件事 搏可能通關 搏之後 那些東西是外游的 那些新秀乃應該真的 應該不會透過差 不是 Kelvin說的那隻是Bitcoin Bitcoin ETF 是啊 過完年算得很適合 GPT 我覺得這一陣子 真的不需要特別急 你說要去到追貨又不用 不過現在這一刻 是股份很多 你可以說急升上股份很多 剛剛這一刻都回去了 是 回得很快 好 大家也繼續吃花生 對 那些貨大家如果 你賺夠了 KT 你那隻 1610 它之前有382 382 哦 它很低位買 對 KT 你給別人賺一下 這個心態非常好 多了的話可以過到我那裡 對 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談 明天再談 我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遲日以上提拔股份 有 我和大家申報了 好 最後提提大家要財證券 現在有股行指送黃金的活動 股仲2023年1月26日 大年初五行指收市點數 即送你100萬元千足黃金 最接近點數的參加者 亦都可以獲得3萬元千足黃金 活動將於2023年1月16日 即今日就會截資報名 大家記住把握機會 數一數營光幕的二維碼參加 大家一起來贏黃金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